字幕提供 哈啰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齐哥 达哥 齐达这一家 今天2022年1月30日 今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 因为台北港今天休息 所以没去钓鱼 那今天就想说来看一看新闻 分享一下新闻一些内容 順便跟各位拜个早年 因为明天就是除夕夜了 今天人称的小年夜 今天是除夕夜了 那不曉得各位有没有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那今天看到新闻又在讲垃圾车了 没想到垃圾车的排行榜也跑上来了 所以说还是来这边关心一下我们的新闻啦 那如果要看游戏的话 游戏强匪最近都在突起打打游戏 再把游戏移回来我的频道放 我的主频道还是放一些自己收集的东西 那喜欢看的玩家再过去订阅吧 那另外挂网的话 再看情况再去挂网 看要挂一些风景什么再来观看吧 那回到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 那今天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热门搜寻 手没那么长 热门搜寻在2020年1月30日星期天 明天等于是31号 刚好除夕夜 那这台大年初一刚好是1月1号 所以日期都贴的刚刚好 那今天的一个地震 桃园小年夜脸两起潜层地震 规模3.7像爆炸 那之前有跟各位做分享 关于地震的东西 还是请大家要多多注意安全 随时准备好地震包 不然地震的时候没地方跑 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那第二个是垃圾车 今天排到排行榜里面冲上来 因为很多人 跟标题说的啦 过年何时丢垃圾 顺便也是个重点分享 那其他还有人讲 垃圾乱丢乱抛 怕他会打垃圾车的员工 再怎么说 人家也是为民服务 那有薪水赚也不可以 因为这样的而启示他 人家也是很认真帮忙 不然叫你去上班你要上忙 第三是三枪 红猫猩猩霸凌三枪 这个也很好玩 国外的话是说 要学习国外动物园的一个 共同圈养的方式去圈养这些动物 那造成三枪被霸凌 真的好可怕 红猩猩把他抓起来摔 那还有篮球的勇士 还有张薇薇 吴宗憲的女人现身 那过年的禁忌 过年的禁忌 大家要记得不要衰一年 2022年虎雷吉祥话 这也是大家在网路找寻的 如果找到一些吉祥话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话 跟人家说 新年快乐 这边杨景华 眼球暴农雪 压力太大了吧 提前敢鬼片 刚杀青 压力太大也会爆发 像前阵子纳豆也是 纳豆也是住院 在头脑所以浴血去放学 那时候也是压力太大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朋友讲 保持开心 保持心情好 做一些快乐的事情 不要让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就好了 那有人就问我说 你每天做直播会不会有压力 有啊 当然会有压力啊 麦克风没开 影像没开 声音没开 配乐没开 什么都没开 那就很好玩 再来就是网路不顺 直播不顺 控制不好 很多种东西都是经验 学习 好 那就 当成在玩游戏 反正又没观众朋友来收看或聊天 那再来的话是 滑航 还有校园僵尸 有游戏 媲美在校园僵尸 以知识之力 恶女回归 又一出片了 那还有李靖雷 高铁 高车宰管制啊 一些相关的新闻讯息啊 南投灯会啦 喜欢的观众朋友 可以点击箱 来看到更多的一些新闻报道 事先知道 我们如何避免一些事情发生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垃圾车 第一年的第一则新闻是 靖新闻啊 靖新闻的一个垃圾车 过年何时丢垃圾 六都垃圾车行驶一日看 这边都有一些 懒人包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 神奇耶 第一次看到了 垃圾车有一个消毒中 请注意耶 噴灑消毒剂耶 到垃圾那么多次 还第一次看到了 噴灑消毒剂的 30夜小年夜开始调整 基本上农历出午前 都不收大型废弃物 迎接农历春年来 不少人把握最后的除袖布心 六都垃圾车行驶时间 从今日30日小年夜开始调整 基本上初五 2月5号前都不接受大型废弃物 初五等于是星期六 星期六 部分人有垃圾车行驶 静周刊也帮大家整理到春节前六都 分别收垃圾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重点 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从这边点击下来看一下 台北市 新北市 台湾市 富星区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各个相关报导 那静周刊五周年 这是宣布新的转变 10月5号正式上线 应该网路也有 可以加入去享受更多的新闻 这有帮你们做整理了 各县市的人 都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垃圾车哪边有行驶 那还是跟各位朋友讲 多看一下垃圾车 不然就急在家里 等到初三初四 再来研究怎么丢垃圾吧 这边都有讲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垃圾车 初四就上班了 有没有看到 台北市 跟新北市 初四就上班了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好好珍惜 我们的垃圾车 人员吧 第二个新闻 春节清运高峰 新北清洁员遭殴 垃圾车起火 你看 新北记者黄秋如的报导 年节将近家家户户 忙于大扫除之际 29号有发生清洁员遭殴打 垃圾车起火 有人把锂电池直接丢垃圾车里面 压缩爆炸就很容易起火 所以人家讲讲的 电池 将之子前都要用水 高压瓶也不能丢 瓦斯 罐等一栏物 好像有的 箱子前杀完的那些紫屑 想说丢着没叉 但是 它碰水之后再干燥 还是会变成纸杖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纤维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记得要 剝水之后 让它湿润再丢 避免发生危险 让春节垃圾 周运平安順心 这是一个被殴打的一个 人员 鼻梁还有骨折 你就看那个人 真的是太冲动了吧 把他打到鼻梁骨折 因为有些人习惯把整袋物资丢上垃圾车 驾驶连忙自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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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直播中难免都有一些事情 妈妈的水洞倒了 叫了一声 好好好 没事 价值 有时候连忙帮各位观众自止 有时候发现旗轮子出来陷 出来来理论 还不仅持棍棒敲击车体 所以说 这个就说 太冲动了 這個是垃圾車有鋰電池 從後車斗冒出火苗 剛剛看以為是小朋友 各位觀眾可以看 這個鏡頭下來看 有個小朋友在這邊 原來是垃圾車人員在裡面清理 裡面燒起來的 那各位也不要存著僥倖的心態 因為基本上他們的垃圾車旁邊都有一些攝影機 在做存查 你不要以為說我今天亂丟亂砸沒關係 等到你被人家抓的時候 你就會後悔了 真的 第三則新聞是中石新聞網 沒等到垃圾車停好就把回收物拋車斗 清潔員制止被蟒男狂毆見血 照片是失火 這是見血 那我們的中石新聞網的報導 是由他們記者陳慧慈 陳慧慈報道 在這邊就有馬賽克了 口罩就有馬賽克 所以跟各位朋友講 看新聞找你想看的新聞報導 不要說因為 在版面 喜歡就一直看他 那這邊就有分區別了對不對 所以再給各位看一下 雅虎的話這邊口罩 沒有馬賽克 那這邊的話是馬賽克 就要人家常開玩笑 馬賽克就會帶來很多笑點 本來是沒事的一個感覺 你一看馬賽克之後就發生 哇天啊好可怕啊 一樣的照片 不一樣的格式 就有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各位玩家一定要記得 千萬不要把一些 易發爆炸火災的高壓瓶 瓦斯瓶 電池等直接丟入垃圾車 那也要注意還有水銀 這邊還有水銀 溫度計 腐蝕性等高物品 所以都要多注意一下 那有任何不懂的回收物品 可以上網去查詢 所以也可以看一下回收物品 查意通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 如何去做一些回收的東西 才不會亂掉的 那我常常跟各位朋友講 你看過年丟垃圾這邊是有一個 分霧器 我剛剛就講了 各位觀眾不要存著僥倖的心態 這是白天他們在清潔 應該是算下午 也不一定好不好 那每個丟垃圾車時候的時間不一樣 這邊有攝影機 這邊有攝影機在拍這邊 那攝影機是廣角的 所以各位玩家不要存著僥倖的心態 想說啊隨便啊 丟了又沒人看得到我 還有他駕駛的左右邊都有攝影機 一個是保護他們的一個駕駛 開車的一個狀況 也要保護他們的員工 因為說實在的現在的人那麼衝動 怎麼知道到底誰會怎麼樣 會暴怒還是會打人 所以都不曉得 所以各位朋友講 我頭頂上這個 這個就是攝影機 這個就是攝影機 所以你要記得 反正就是不要做壞事 現在人家常愛講的 人在做天在看 人在做天在看 所以很多東西自己要小心一點 那今天的一個垃圾車的分享 大家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喜歡訂閱點讚點分享 在小年夜的一個晚上祝福 各位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拜拜 拜拜 發財 發財 發財